投资的学问虽大,还是能透过学习成长,不过投胎能掌握的技巧就真的不多了 台湾除了少数的投胎精英,还有万中选一的王子 他就是前中国国民党主席连战之子,台湾披立武协会理事长,AKA电流之子连胜文 连胜文,今年50岁,曾担任5年的国民党中常委,外媒曾将他评为2013年崛起中的政治明星,只用8堂课就打造出来的财经专家华尔街金铜,更是第一位从地堡停车场大司机车出来的平民 2014盛文在迈向台北市长的路上,杀出一个柯文哲,不用手术刀,布庄叶克摩,直接一手牵起眉来眼去的民进党,就把盛文送回地堡了 我想清商常在,绿水长流,我们大家后会有期,谢谢大家 圆街如梦一尊海泪江月,盛文的败选让他开始练霹雳舞,更逐渐深耕他那平民的政商人脉,准备在适当的时候浮出水面 这个丞相起风了 可能全世界最不好的工作来讲,一个可能是在叙利亚拆炸弹,一个另外一个可能就是在做公民党主席 所以任何人愿意来承担我都觉得这其实是一个令人尊敬的这样子的一个very noble的这种做法 我们要上就一起上,要扛就一起扛,要战就一起战,我自己不参选,我不参选党主席,但我全力支持我们张启臣,好不好 把双方的政治生涯交付在彼此的手上,这么感人的青壮派合作,结果自然使感动上苍成功改革 新主席的改革还没个结果,当初的接干弟兄们就已经准备好要起飞了 我们都是这个,所谓斜杠中年 自嘲斜杠中年,好一阵子没在镜头前露脸的连声文 原本传出可能接任副主席等职权 但现在拍板出任国民党智库副董事长,执行长则是前立委周首逊 加上主席蒋启臣,三个人年龄48到53岁,被视为智库的世代交替 一堆武,60岁的人在世代改革,看得我爷爷奶奶都快哭了 国民两党都有设立智库,初中是学术研究与政府政策 但台湾的政党比较不实无华,都把智库当金库 哇帅气 可以可以可以 够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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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熟悉的政治最对位,究竟斜杠中年们的未来,是改革成功 还是带着国民党这条百年大船,一起下去呢 这我要问我爸 台湾时事日日增,单爹迷路老额等,劝均加入会员制 老额特搜继续庚,现在加入就送老额的隔空祝福 以及刷卡成功的解讯通知 就是这么简单 这年头江湖再走行情要有,没收过开山里登革热警市的,不好意思说自己是台湾人 而沒有酒駕各幾次的關 又怎麼好意思說自己在台灣當關呢 當你以為花蓮苗栗都快獨立 殊不知在農業首都雲林 也是有平行時空的政客問政 這有這麼重要 發生了酒駕車禍 造勢者是雲林的無黨籍縣議員林生 他喝酒開車跟一輛轎車發生擦撞 被送到醫院之後呢 林生不但是拒絕酒測也不肯在酒測單上簽名 看到被撞的民眾拿出手機錄影更是生氣大罵 你要不要配合我們做酒測 不要 不要啊 那那車我們剛選那種抽選的了 他原本酒測沒要請命啦 我沒要嫁他 果然好車果然好喝 平常臉書還發請勿酒駕的宣導 結果還要警察三催四請才要配合 當了527天議員的他 第一次上新聞就上手 跟上台灣一線官員的進度 你的選票選下去 他的黃湯喝下去 最後酒測值0.55含請地檢署偵犯 新聞出來前的霸氣 也變成了認錯的溫序小貓咪 我們不像太大意 我們知道國孫委公眾論論 吃酒一定不能開車 所以我們覺得這點我們要跟社會大眾 我們做了不良示範 要跟我們道歉一下 小學生都知道喝酒不開車 被踏罰也是剛好而已 因為不是每個人都可以酒駕後還繼續當官的 喝酒又開車這就是不對的 所以我當年做了非常錯誤的示範 真的對不起 路不熟 然後在台北跑通來這邊 對不起 造成6名船員罹難 還有9名船員1名油罐車駕駛員 及3名執行搶救的人員受傷 當初負責保養維護的台灣港務公司 董事長吳宗榮也因此請辭 7年換6個董事長 這麼大的事件 連賴神的宗榮寶寶都扛不住了 因為這個包叫做人為疏失 用心觀察用眼維修 用目視取代知識 用眼光給大橋開光 黃國昌爆料 橋梁檢修只用暮色檢查 而且明明沒有檢測調裁 最後卻把結案報告的調裁項目填寫為良好 可以拿橋梁的檢測來練裁嗎 你們真的有把行人的安全 把橋梁的安全放在心上嗎 然後呢 然後他就選輸了 不要懷疑我的決心了 大橋斷裂後的217天 國家運輸安全調查委員會 也公布他們的事實報告 意外到底怎麼發生的 8個月之後 運安會公布了初步的事實調查 運安會證實 南方澳大橋 從民國105年4月28號 一直到108年之間 管理單位從宜蘭縣政府 移交給當時的港務局 這3年 竟然都沒有進行過橋梁檢測 違反相關規定 因為他們之間的管理權責 還有一些模糊的地方 所以105年之後 也沒有其他單位 去針對這個橋梁做檢測 南方澳大橋橋面釐清撲面 原設計應是8-9.2公分 不過實際上發現 平均厚度9.6-17公分 重量增加幾乎比原來設計多出一倍 華醫師工程單位 貪方便沒有先爆除 利清就不斷往上加 才會讓利清厚度這樣厚 普佑馬最後調查是司機 南方澳斷橋結果是利清 我最近肚子痛 看來是時候去檢討馬桶了 5年保固期滿 2016年後就不檢測 主橋結構的工程只有上3次油漆 你他媽這是把南方澳大橋 3年養成後直接也放嗎 如果說在原來的這個地點 那大概我們目標還是3年 你還不行 是喔 我看他死你 斷橋上的仇庸肥貓 下來了還會再爬上去 橋斷了可以再蓋 老百姓的生命沒了就沒了 但沒關係 因為黃國昌也下台了 時間久了大家自然就忘了 百追蹤定月老天鵝娛樂 隨時掌握最新動態 好